作词 李宗盛 不绝的山脉直达人们的心田 在贵州省的深山腹地之中 流行着一种说法 大米滋养身体 歌曲滋养灵魂 唱歌是洞族人千百年来 遵循的传统和习俗 若来到洞家做客 首先为你接风洗尘的 便是他们悦耳动听的蓝门酒歌 以珍满酒展现满满的诚意 以洪亮的歌声 述说着他们满腔的热情 这往往让远道而来的客人 感到受宠若惊 事实上长期以来 洞族人以歌代言 以歌传行 即使没有指挥 没有乐队 村民随时随地 都能集合共鸣 洞歌它分白洞 有蓝洞嘛 像我们这里就是白洞 白洞歌它有很多种歌 就是抽香灰歌 还有这个嫁禄洋的 第三就是昏发 还有情歌 这个回家分别的时候嘛 就分别过嘛 地处贵州东部的玉坪县 洞族人口就占了80%以上 洞族人世代在此生息繁衍 各个村寨里浓郁的风俗民情 更孕育出了他们代代相传的音乐天分 半岁的鼓手 金月的鼓点声 敲响铜锣 气势辉红 在玉坪县亚裕乡的国家湾春里 每逢节庆 必有吞罗祝幸 我们大楼就是在每一年的农丽 农丽的12月13日开始打 要达到农丽的正月食物 元宵节结束 在这里洞族人不仅自己组织了吞罗表演队 能歌善悟的他们 还保留了许多民间传统歌舞文化 并且与时俱进的自组了文艺队 刚起步的时候 就是到农府下去 什么庆祝啊 有些办寿宴啊 结婚啊 去旅房啊 农府就请他们去表演嘛 庆货嘛 现在呢 就是进于一些其他县市去表演 我们这个文艺队呢 一共有11日 13个村民族 基本上每一个村民族 有一支文艺队 这个文艺队呢 主要是在2002年 组建起来的 他们就是自伐 自研 自编 村民们在劳动闲暇之余 便自编自道 不但唱出幸福的喜悦 也舞出最真挚的情感 未来我们要想把这个文化 助墙 助大 使每个老百姓都能参与 它是能够健身 再什么就是能够这个娱乐 除了歌舞自娱 洞族人也会像汉人一样 喜欢以鸟会友 斗鸟兼斗志 早上八点刚过 斗鸟场上已是鸟龙云集 每个人触袭公身 围着鸟龙 在找准了对手后 立马一较高下 只见两只化眉鸟 在龙中挥爪弄嘴 各式斗计苦战不休 龙内斗的天昏地暗 龙外观众也看得比气凝神 一天干熬的时候 那个大型活动 一切 还有有几百人参加 每次是几百人参加 除了走我们本县的以外 还有外县的 甚至还有来自武汉的 上海的朋友都来 东家族自古以来 主要居住在高山峡谷 密林深处 与青鸟朝夕相处 崇尚自然 而这些山清水秀的景色 也成了他们秀品上的精美图案 动竹姑娘善于刺秀 从一幅幅精美绝伦的秀品上 就能看出他们的心灵手巧 在透过严传身教之中 动竹刺绣代代相传至今 将传统文化向下扎根 动竹小孩也乐于学习 这项精致唯美的手工艺 我学这个学艺年了 就是我开始我对这个情感兴趣的 然后我就教我 然后我就绣这个了 刺绣可以让我变得很快乐 也可以让我变得很开心 事实上将美丽与智慧 集结于一身的动竹人 不只是指尖上的功夫了得 见起又长又牢的跨河大桥 更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拿手绝活 用那个就是墨 更多的就是用墨 还有就是竹签这些来插 然后就是到了那个 到了就是我们这边前东南 再到我们贵州这边 到我们玉盆这边风雨桥 基本上也不用那个钉子 因为钉子容易生锈 容易生锈 然后就是那个头也容易锈了 然后就失去那种垃圾作用了 这里建造的桥不但不用一颗钉子 每座桥还有屋顶 让人们遮风挡雨 也因此被当地人称之为风雨桥 而这座在2011年新建的风雨桥 还有特殊的寓意藏在里头 比如说桥的长度198.4米 是代表的是我们玉盆 就是1984年成立那个动作作线 然后桥的宽度13米5 所以代表的是2011年开工建设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这边总领口正好是13年5万 整座风雨桥就宛若讲述着 动足人民拼搏奋进的发展历程 让走过的人心中无不升起敬佩与赞扬 自古洞族人就对音乐有很深的造诣 在玉平不分男女老少都有属于自己的消敌 任何重要节庆都离不开他 在表达情感上面呢 笛子可以随心所欲 就像跟自己类型一样 你可以任意地吹 比如说你今天伤感可以吹伤感一点的 快乐可以吹快乐一点的都有 中国大陆制作消敌的地方很多 但贵州玉平出产的消敌 却是天下莫之能敌 明清两代长达六百多年 都被清典为上奉朝廷的贡品 玉平笛子的特色 它是采用我们玉平本地生长的水族而制作的 而我们的水族它生长在河边 而它在阴暗面 经过长期的生长 它密度相对来说比一般的苦族要高 所以它做成笛子以后 它是因为更为清脆更为空旷 而我们的销也是采用我们贵州本地的子族来制作 所以说它我们做出的销更为生风 更为甜美 有低音销更为空旷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玉平销笛的一个特色 以玉平特有的竹子分别做出来的销笛 在演奏家手上能毫不费力地吹出动人心弦的旋律 但要发出这般优雅细致的音色 这看似娇嫩的竹子 还得到炼狱里走一回 用那个大火烧 那时候你们看到就很可怕 怎么这么烧 它已经费烧坏吧 不费的 它因为继续很熟练了 它首先要掌握这个温度竹子要烧到什么程度 温度它这个软性到什么程度 它才可以 再加上它还要笑直 因为长得山上是弯弯的 是吧 它到了这里以后 它就无法着手 怎么搬什么地方 笑什么地方能直 所以要通过严传身教 还要加上它自己刻苦的学习 玉瓶消底的制作工序多达七十几道 要做出皇室等级的玉瓶 甚至得费时二十年 光是从第一道取材 就有季节性的考量 就是在每年的寒露以后 才能够采发 因为竹子生长到一年 到寒露的时候 它就已经生长比较成熟了 这样的时候砍下来的竹子 它的水分就很少 水分很少以后 它加工起来也比较溶液 保存以后就不用一生虫 前条湾旋的好竹 不能马上制作 还得存放着 让它们的水分进一步蒸发 就是这个竹子是树着放的 不是这么平着放 因为树着放的空气是往上升 冷空气往下 如果你是被压着的话 一面有风一面没风的话 它就束缩不一致 我们要一个月 或者一个星期要把它转动 转动而且要有技术人员去观察 它什么情况了 要什么情况了 然后这样的 然后就放上一年还不能做 两年要三年以后才能做 这样的材料 它如果是很老的话 它会捏掉 如果是很嫩的话 它就会收缩 然后就显下来 也不捏也不收缩的 这种就是好材料了 即使制作工序繁多又复杂 它们仍坚持手工制作 在2006年 玉品霄迪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 这份老手艺也开始被积极地保存下来 现在电脑的制作 把它这个影像保留下来 你再给我把这些老师傅 要请他写下他的制作的经验 以前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个人总是要走哪一条路的 对吧 都一样 所以一定要注重这个传承 就是把现在还在的这些老师傅 他们的读记 绝记 一定要跟他们理成材料 写成文章 做成书 然后再到这个职 我们这个职业学校 培养这个玉品霄迪 这个制作人才 要给他们做成教材 因为这个很难得 这个雕刻艺术 非常的难得 你们可能来看一下 像不知道 但是他们在学的时候 真是辛苦 在玉品从小学三年级开始 学校就会教授 霄迪文化 每一个小朋友 随手都能吹上一段 每天去学习的 学习一个小时 然后回家一般都是练 一个多小时 平常休闲的时候 你都会拿起来 因为休闲的时候 比较无聊嘛 然后就拿起笛子去吹 一般我在教学生的时候 首先就是给他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玉品霄迪的背景 让他们产生一些的兴趣 然后再给他们介绍 笛子是分为南北派的 然后给他们演奏一些 南北派不同的音乐的 这种元素 然后让他们从中间 对笛子产生一些 更高的一些氛围 笛子首先的是要念 指法和我们的呼吸 如果我们把指法念熟悉 呼吸念好的话 就可以开始进入到 一些简单的曲目里面 小笛不论在制作 或者是演奏上 都是玉品人生活中 最习以为常 却又不可或缺的文化 而这悠扬的笛音 也让玉品得以魅力四射 眷勇无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地处贵州东部的玉品县 因流水如玉 青山为平而得名 这里东无严寒 夏无酷暑 还有源源不绝的地下泉水 我们这些农泉水 它有个特点 主要是它就是 夏不易 冬不酷 它的水量是永远保持的 常年的流量 大自然的奥妙 也为玉品添上了几笔 神秘的色彩 据说这里曾经有一条 修炼成精的大蟒蛇 到处作怪 直到一对勇敢的动族儿女 挺身而出 通过巫师做发以后 他就把这个 把这个发神龙 就把这个蟒 就制伏了 制伏了以后 但这里还是干的 就他们俩 因为他们已经是龙生 而且是神龙 他们就 两个就化着两道金光 这个 钻于这个地层 地层以后 这里面就冒出来 就涌出两股泉水 终年不哭的龙泉 德民因此而来 从古至今 周遭一千五百多亩的凉田 全都仰赖这口泉水的灌溉 而这里也因常年云雾缭绕 与水充沛 让当地发展起 特有的农产品 由它的 它这个是世界四大木本油脑之一 它仅次于这个橄榄油 它这个生产周期非常长 它我们从开始种下去过后 要五年过后才可以达到出产期 那么十年过后才达到这个生产期 这个果期是从当年的二月份开始挂果 十月份开始这个采收 取之不易的油茶所提炼出来的茶籽油 不饱和脂肪酸高达百分之九十 有着极其丰富的营养价值 又被称为东方橄榄油 其价格自然也不菲 这个油茶它这个质量也非常好 现在我们这个市场上 我们这个茅油我们就卖到六十块钱一斤 金价更代的这些油的话 卖到一百多块钱一亿一斤 是一个产值非常是喜人的 现在我们全县这个油茶产量非常高 也是老百姓一个增速的产品 根据统计 有着十五万人口的育品县 从事种植油茶的村民就高达七万多人 占了全县人口的一半 育品也因此享有中国油茶之乡的美誉 而透过现代嫁接技术的精进 更大大提高了油茶的产能和品质 保护这里面的那个水分 然后就是说温度之类的 如果说没有温度的话 它就不会沉活 被那个风吹过 然后它就会干掉 它这样包住的话就不会被风吹到 它那水分就会吸收进去的 嫁接看似简单 其实对于细节要求顺高 每个步骤都会影响着茶叶和茶籽的存活率 下面的这两片叶子不能要 就是说上面的叶子比较成活率高一点 下面的叶子它就没有成活率 就这样子的 然后下午的时候就怎么说的 一边一刀就是说必须一刀过 然后不能复刀 复刀的话就成活率就比较低一点了 成功嫁接出来的油茶产量 比原来高出将近三倍 玉坪仁得利于这项技术 大大提高了产地的竞争优势 现在我们全县有油茶这个种植面积有20万亩 现在我们头产的面积有13.2万亩 现在全整个县全部这个产这个茶子 3200多灯这个产值可以达到8000多万元 在食安当道的趋势下 脑筋动得快的玉坪仁不仅把油茶 视为是健康的活招牌 甚至做起电商生意 满足食下消费者的需求 当时我们看了很多报道 从这个报道方面来说 就是说这个食品安全 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 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追溯源头的 溯源系统 就是说我们从供苗再继续指导 然后再统一品牌肥收统一销售 然后物流是我们有自己的物流体系 冷冻物流嘛 冷藏物流嘛 事实上 玉坪栽种油茶 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特别是这个采茶叶的时候 这个茶叶必须要到 鼓励的楼月份过后 才能够就采集那些老的那种茶叶 然后来到最后就经过这个水 水煮了之后就蒸 蒸了再抹油 抹油再放在垢里面去 制作这道美食光是备料 就得耗取一天以上 看起来黑妈妈的罐罐油茶 其实原料主要是以油茶叶 以及各种香料熬制而成 味道香辣可口 凡是家里来了客人 总少不了这道商品 而在这里还流传着一道 逢年过节必吃的美食 打瓷巴 先打糯米 糯米的也扒 用水的也泡 泡了都拿针子一整手 整手再来打 打了我们之后 收成这个扒 打手困了 汗水都是满多 满多的汗水都往下流 香甜可口的瓷巴 吃起来就像是台湾嚼劲十足的麻糬 以炭火烘烤后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浩克的洞族人家里来了客人 必定是大方款待 除了拿出私房佳肴 美酒更是少不了 热情浩克的洞族妇女端起手中香甜的米酒 献给远方的来客 来到玉萍这样的氛围 这样的喜悦 让人不由自主的心动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